Acosica刚刚更新了自己的一款插件 用了它们最新的Hyper Engine 也就是最新的插件驱动引擎 整个操作都变得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平滑 这款插件是Aquamarine 5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Aquamarine这个咱们之前讲过 它实际上是两款插件在一个包里面 一个是Shadow Hills的Mastering Compressor 5代压缩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Launchbine的R58 一个均衡 所以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件 这个终于Acosica开始更新它们的插件了 更新到新的驱动引擎上 我们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 用它这个Hyper的新的引擎 确实是体验好了很多 如果你记得一年前 我们在讲这个Acosica插件的时候 都是调了几下以后 要等一会儿 然后它的声音才会被再现出来 你调了一个钮 你需要去等一等 然后它才能有效果 现在用起来基本上就是实时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卡顿的现象 所以我特别期待 它们能赶快更新其他的插件 相信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或者是一年的时间 它们慢慢会把以前的都更新 我个人也是买了不少的 这个AA的Acosica的插件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 它们能赶快更新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 是有一个小的问题 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指针一直在抽搐 我不知道这个是 跟我电脑的关系 还是跟我这个Studio One 这个输入软件的关系 反正它就一直在这跳 但是并不是太影响到使用 所以我们很快的来再讲一遍 那如果你熟悉这个Shadow Hills的话 它是两个压缩部分 一个光学压缩在左边 一个VCA压缩在右边 非常好用的 两个压缩 各在一个设备里边 一般来说我在做总线处理的时候 我基本只用这个Discrate 就是VCA的压缩 光学压缩呢 有的时候会给你 更有意思的一些动感 尤其是当你的音乐 在一定的速度范围之内 因为它的这个释放时间很有意思 它有自己比较特殊的 动态的释放时间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Opto 也就是光学压缩这部分 我先把它放到差不多 一直放到这个位置 虽然这个东西一直在跳 但是你大概还是能看得出来 我们先放一些音乐 差不多两个Db 咱们就压两个Db左右就好了 没有的 稍微多压一点点 我很少用光学压缩压特别多 因为压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起伏比较明显 现在就已经很多了 差不多压了差不多五个Db左右 没有的 你会发现它的光学压缩 会给你很多那种低频上的一些提升 以及整个歌曲的动感 一般来说Shadow Hills的这个Opto 你如果音乐太平了 没有特别多的动感的话 你可以去用它 但是它更多的适合那种 稍微中速一点 比如拍速在八十九十 一百左右 比如像这首歌是一百五十二 也就是你出一二的话 因为它是Half Speed 你出一二的话 基本就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然后这个Head呢 实际上就是Look Head 就是专门给这个光学压缩这边去用的 你可以增加它的Look Head 或者减少 有时间我们可以专门去讲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去用 这个基本就是决定你的压缩 是不是在你的信号之前 让它启动得快一点 或者是慢一点之类的 也算是给你一个 这个基础上的微调吧 然后咱们再看这边 路过这个地方有Bypass 然后呢有这个三角 三角是听你压缩了的部分 你现在听到能 听到这个声音就是 被压缩处理的部分 比如你有一首歌 筋骨特别明显 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听 是不是压到了筋骨 然后已经有没有伤到整个歌曲 之类的 右边呢就是VCA的部分 那这个表给VCA用 我们先把光学的点关上 然后把VCA的打开 我们用3比1试一试 这个地方差不多压了三个DB左右 没有的 没有的 稍微慢一点启动 听听后面这个部分 你还能听到迪谷 给你那些整个歌曲 带来压缩的那种感觉 下面这个filter呢 是90赫兹以下的 低切的这个侧链 你想刚才如果你觉得 你的低频压太多的话 你就可以用它去少压一些 它这边有一些部件 还是反应会慢一些 比如像这个filter 你打开以后 它还是要重新再去 把声音feed out feed in 并不是那么的快速 不过没关系 我们把这两个都打开 然后一起来听一下 好对比一下 非常饱满的一个 压缩的感觉 甚至你感觉 好像低频增加了 当然我们一直在开的 这个preamp 这个preamp呢 gold是最干净的一个声音 上面可以调整它的 这个pea呢 是potech 那个前级的一个模拟 然后呢 接下来brown silver和gold 都是它的shadowhills 自己的这个transformer 如果你记得的话 它有nickel 有iron和steel 三种不一样材质的 这个不一样材质 显存缠绕的这个变压器 browns声音是最 音色是最浓厚的 gold是最清楚的 很明显的音源 它这个音源很好听 如果是gold的话 你又很明显的 那种非常非常高 干净的中高频 和比较饱满的低频 lgb是它的lunch wine的 这个前级的音色 所以呢 开完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 它另外一个 非常好用的一个 均衡的一个设备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设备 一共就两段 一个是低频 40 100 你可以提升 然后呢 高频 3k到15k之间 你可以选择一个频点 同时它也有这个前级 所以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音乐呢 当然我们希望提升一点点低频 我放了40 我稍微推一点点就很明显 高频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个声音 超级 好听的一个均衡的差点 虽然只有两段 但是它这个真的能 马上给你打开 很多那种人声的感觉 但是你可以再继续 配合它的这个音软的部分 它这个音量增加了很多 所以你对比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100的时候 100的时候 倍次增加了很多 所以呢 这是 Ukmarine 5的 Longivine这款 均衡 这两个配合解的 真的是很完美 尤其是这种音乐风格 很完美的一个 总线的一个搭配 一个压缩 一个均衡 我们整个对比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看 I come alive As I open my eyes I check the time Cause I feel so tired Of this I didn't mean it To be the surprise I said I'm fine When I looked right At your face I never told you Dings on my mind I tried to hide All my feelings Inside Now this is the truth And I'm sorry I lied I'm waking up Coming out I'm seeing it clear As I start to remember 没有的 My pain has been boggy I started in September But now I realize 对 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特别高兴看到 他们更新的这个 新的插件 以前如果你有这个版本的话 这个是免费的 它就直接升级了 所以呢 如果你买过任何的这个 Acoostica的插件的话 这些都会免费升级 我也特别期待 他们赶快升级 我其他的那些插件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上上 拜拜